嗨,大家好,我是七二娃 今天没有学厨啊 跟我师父请了一天假 因为我妹来了 我妹来玩,找我玩了几天了 期末考试完了 然后她的成绩也出来了 嗯,考得比较好 然后我这个姐姐就 还是比较开心 然后我准备带她出去玩啊 去给她买 买点衣服 然后带她去玩一玩 她现在这里 那里 我现在骑电瓶车去 好啦,我们换了一种乘车工具 我们坐的车去 不要去电瓶车去 有点危险啊 然后我带我妹去买衣服咯 你越是懂我就越要录你 现在我已经到了买衣服的 这个草盖了 然后我带我妹去一家 嗯,比较适合她的衣服 那里 这里有卖衣服的,有卖吃的啊 比较适合她的就在前面一边啊 马上就到了 你看看你喜欢哪种衣服 这套她穿着,她说不是很喜欢 这套这套,这套好看 那会儿她进去换来试 这套这套,这套好看 那会儿她进去换来试 这套好看 喜不喜欢吗 喜欢是不是 就这套 那我先洗 这套一套一套了 这个衣服也买了哈 然后我们现在去买杯来一套哼 哇哇哇 哎,妹妹我也就吃虾 现在我们去地下商业街 抓娃娃 小心一点 快点 配合 再配合 我来我来我来 你还拉着我 抓住我 哈哈哈 是我往后看 是我而且是 所以我来 我抽的 你哪个来接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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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跑啊 你怎么跑啊 你好拉几啊 我老公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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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滑啊 拐挂 我老公的鞋子 我平常把你接我 可以打你吗 你还是打你 好啦我们衣服也买了 然后娃娃也抓了 游戏也打了 吃的也吃了 现在回去了 开不开心 反正我觉得以前我读书 我读书的时候就没有认真 然后我妹现在读书成绩挺好的 但我这个当姐的 我肯定也是特别的开心 毕竟她的数学特别的好 她数学考了全班第一 真的很棒 你不要怕好不好 然后发展 如果以后那孩子的东西的话 以后我还是经常带她出来说 是不是 是不是 然后我就没有 我读书的时候就没有好好读书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就是好好的读书 因为我们农村有一句话 就叫做 嗯 你不好好读书的话 就是以后你就出去打工 啥子啥子 就是 要么就在农村干农活 反正就是 搞解我们这些读书的话 要好心的读书 晓得不 我 她今天读书不得行 她有么 读书真的行的妹儿 还是比较值得骄傲的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大家好好读书哟 拜拜